男人正在医院里看心理医生 突然耳边的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急忙起身查看 发现医生身后的柜子里藏着一个女 他指责医生怎么可以把女人关在这 看着空空如也的柜子 医生以为他是个神经病 于是让人把他送进病房 上万是个孤儿 从小没有家人陪伴的他 在儿童节这天来到一家旅馆 准备吞下大量药片结束自己的生命 结果被老板发现送进医院 当他从病床上醒来时 周围人却都用一样的眼光看着他 上万这才发现自己旁边 坐着一个胡子拉叉的大叔 要知道医院可是禁止抽烟的 大叔却嚣张地吐着烟圈 就在上万想要提醒他这里不可以抽烟时 护士却快步来到他的身边 并从他手里夺过香烟 上万这才意识到眼前的大叔是个鬼魂 除了自己别人根本看不到 当医生向他询问病情时 上万又听到医生身后的柜子 传来女人的哭声 怪异的行为让医生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于是把他转移到了特殊病房 而这两个鬼魂也寸步不离地陪在他身边 晚上上万在上厕所时又看到一个奇怪的大爷 只见大爷蹲在护士台上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值班的护士 看到上万大爷的脑袋瞬间大了好几圈 等上万回到病房 发现三个鬼魂竟漂浮在半空 他们说要不用上万的身体享受人间烟 上万顿时被吓晕了不去 第二天医生来查房 上万从地板上醒了过来 他看到迎面的病床上有个小孩蹦蹦跳跳 就在他想要出生制止时 发现医生们都疑惑地看着他 看来小孩也是一个鬼魂 就这样上万背着四个鬼魂出了院 他走到哪鬼魂就跟到哪 因为只有上万可以看见他们 这让隔壁的女人以为上万在跟他搭讪 这时上万注意到公交车上算命先生的广告 他按照上面的地址找过来 大师说他这是因为死而复生 所以获得了通灵的能力 鬼魂会随时进出他的身体 他的饮食习惯和性格也会随之发生感 上万道别了大师回到出租屋 鬼魂们开始四处打量 原本冷冷清清的屋子现在也热闹起来 从不吃甜食的他被小孩复生后 疯狂地吃起了各种甜点 即使吃到快吐了 还是不停吃着冰箱里的零食 从不抽烟的他被大叔复生后 一天就抽了二十包 大爷喜欢喝酒 上万被复生后把自己喝得鸣鼎大醉 还来到阳台对房东大神姐妹弄眼 看他一脸猥琐的表情 气得大神扬言要把他赶走 幸好这时上万被爱哭的阿姨复生 看他哭得如此痛彻心扉 房东大神也忍不住跟着哭了起来 当即决定让上万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上万就这样被四个鬼魂折磨了一天 看到他们悠闲地看着电视 身心疲惫地上万瞬间大发围停 睡觉时上万被冻得瑟瑟发抖 他起身打开家里的暖气 结果不一会屋子就成了冰窖 四周的墙壁结满了厚厚的冰 上万好奇地摸了一下 手指竟直接被冻掉了一层皮 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再次找到大师 大师说这是鬼魂生气导致的寒气很重 要想办法哄着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滞留在人间的鬼魂往往是有未了的心愿 只要能帮他们完成心愿 他们就会自行离开 知道摆脱纠缠的方法后 上万回到家主动询问他们都有什么愿望 大爷说他想要找到一台照相机 然后将它还给自己的朋友 可现在相机在一名老警察手里 于是大爷附身到上万的身上 可对方却懒得搭理他 上万并未就此放弃 他带着礼物再次找到老警察 结果上万打乱了警方的抓捕计划 犯人意识到不对劲撒腿就跑 他也因为妨碍公务被关进了警局 大爷借着上万的嘴 说要把老警察年轻时的秘密说出来 吓得对方急忙跑过来 问他要不要吃紫菜包饭 态度也发生了360度大转变 就这样上万顺利帮助大爷找到了相机 他们来到一家医院 上万把相机交给了大爷的好友 就在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一位护士从身旁走过引起了上万的注意 看到上万一脸花痴的样子 大爷决定帮他一把 纯情的上万瞬间变成了猥琐是汗 只见他来到秀妍身边 说完上万又自恋地来到窗边 摆出一副自认为很帅的姿势 秀妍直接被眼前的一幕看傻了 虽然上万的搭讪失败了 但好在他帮助大爷完成了心愿 接下来就是小孩了 他的愿望是能去电影院看一场动画片 在这里上万遇到了陪弟弟来看电影的秀妍 本想上去挽回一下自己的形象 结果小孩看中了秀妍弟弟的棒棒糖 看完电影上万还给小孩买了玩具 可当看到秀妍弟弟时 小孩又伸手问他要起糖果 而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秀妍看在眼里 上万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 小孩的愿望完成后就是大叔了 大叔的心愿是找一辆82年的出租车 然后开车去海边兜风 于是他们来到一家停车场 车场老板发现他们后开车在后面一路追赶 嘴里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原来老板的妻子最近要和他闹离婚 上万说自己可以帮他挽回妻子 但代价是送他们一辆古董出租车 接着上万和大叔便去跟踪了老板的妻子 原来妻子得了肺癌而且还怀孕了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他拒绝药物治疗 这也是他要和老板离婚的原因 上万把真相告诉了老板 老板找到妻子哭得泪流满面 他决定和妻子一起面对困难 迎接孩子的出生 大叔开着车带上万来到了海边 他们在沙滩上聊起了家常 原来大叔生前有个愿望就是带家人来海边游玩 可惜还没实现他就在一场车祸中意外离世 说着他就要带上万去海里游泳 不会游泳的上万虽然拒绝 但还是被拖下了水 大叔让他不要害怕 只要保持镇定自己就能浮起来 这时另外三个鬼魂也来到海边 他们欣慰地看着海里的上万 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一起坐车回家 像极了一家人出游的样子 上万第一次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大叔想要帮助上万追到秀妍 于是带他来商场买了很多秀妍喜欢的蝶片 可在回去的路上却被交警拦了下来 上万因为没有驾照又被带回了警局 警察让他通知家人来把他领走 可上万是个孤儿哪来的家人 这时他想到了秀妍 等待的过程上万向大叔讲述着自己的孤独 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 就连照片也都是毒照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努力工作 将来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生子 而上万的这番话被赶来的秀妍听到 或许是出于同情 秀妍把脸贴在上万胸前表示安慰 把上万送到家后秀妍准备离开 这是大叔提醒他给秀妍买的礼物 可上万丝毫没有看出秀妍抱得有多吃力 还站在一旁傻呵呵地笑着 大叔实在是看不下去 就这样上万裴秀妍坐上了回去的公交车 爱情的种子在彼此心中开始萌芽 这一刻上万感觉自己恋爱了 最后只剩下爱哭的阿姨了 阿姨的愿望是给喜欢的人做顿饭 上万问他喜欢的人是谁 阿姨却又哭了起来 原来他喜欢的人现在不记得他了 上万自然不会拒绝 因为这样他又省去了很多麻烦 阿姨挽着上万的胳膊来到菜市场 阿姨知道上万喜欢秀妍 于是主动提出邀请他一起来吃饭 很快阿姨就做好了一桌丰盛的美食 他们围在桌子前一起吃饭 秀妍问上万是不是经常做饭 见他答不上来 大爷急忙附身帮他回答 爱哭的阿姨则不停让秀妍吃菜 四个鬼魂轮流附身和他交谈 在上万看来这顿饭很热闹 可在秀妍的眼中 这些话都是上万一个人说的 他认为上万是一个很多面的人 面对秀妍的提问 上万向他坦白自己能看到鬼魂的事 可秀妍听了却有些伤心 因为自己在医院工作 每天都要面对生离死别 可上万却能看到鬼魂并和他们交流 这让秀妍感觉生活和工作都很累 他感谢上万的热情款待 然后起身离开 上万的心在此刻也跌入谷底 他把这一切都怪在四个鬼魂身上 此后上万的生活再次回归平静 四个鬼魂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他想要结束这孤独的生活 可这次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秀妍的画面 他决定改变这一切放手一搏 上万带着亲手做的紫菜包饭找到秀妍 秀妍也忍不住对上万的思念 两人在长椅上吃了起来 秀妍问他紫菜包饭里不都是菠菜吗 为什么上万会放水芹菜呢 这时上万脱口而出 上万说完后突然愣住了 他想起爱哭阿姨放的也是水芹菜 小时候的回忆突然全部浮现 原来爱哭阿姨就是自己的妈妈 四个鬼魂正是他去世的家人 小时候哥哥被抢走了电影票 他答应上万一定会带他去看 爷爷抢走了邻居的照相机拍全家府 说一定会完毕归照 爸爸买了新的出租车 带着全家人一起去海边游玩 但是一场车祸让这几件很小的约定 迟到了二十年 妈妈用身体护住了年幼的上万 最后只有上万侥幸活了下来 他也因此失去了小时候的全部记忆 而那台相机被当时的老警察捡到 一切真相浮出水面 上万哭着跑回家 这时哥哥跑了出来 原来他们一直都没离开 哥哥指了指旁边的玩具 爷爷问他表白了吗 爸爸说以后会叫他开车 不会再让他进警局了 上万走到妈妈面前 哭着求妈妈带他一起离开 可妈妈却摇摇头 爷爷拿起相机拍了张全家福 虽然在外人眼里上万都是一个人 但他的家人其实一直都在他的身边 见证着他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亲人的挂念和关爱往往都是无声无息的 即使他们到了另一个世界 也会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